调查不死生物的菊前辈 知晓了极限之战的规则后 为了防止向川氏毁灭世界 主动找到战斗结束的剑齐 随后立马拿出腰带变身 准备解决这危险的隐患 然而此时的剑齐认为 一定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眼看无法劝解菊前辈 剑齐无奈地拿出腰带 双方同时切换侍卫形态 展开一对一的公平对决 激战数个回合后 两人的战况依旧不分胜负 既然招式比拼不过 随即切换攻击的方式 菊前辈刷卡246组合 随后跃向空中火焰连射 不料剑齐轻松扛下伤害 紧接着剑齐刷卡反击 使用26经典组合 一击雷电斩击落菊前辈 并使其退回人类状态 战斗结束后的剑齐 是一菊前辈相信向川氏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广爱教授 发现剑齐的不同之处 在菊前辈受伤离开之时 通知他赶往曾经的救治 数分钟后菊前辈赶到 此时的广爱想要菊前辈 协助自己的未知生物 一起抓捕危险的剑齐 在广爱教授的唆使之下 菊前辈开始半信半疑 另一边丢失卡牌的向川氏 再次回到天鹰的咖啡店 由于只有一张红星2 正努力压抑Joker的本能 仿佛会随时失去自我 这时剑齐前来看望向川氏 看着对方难受的样子 剑齐拿出上级的红星勾卡牌 留给虚弱的向川氏 随后离开了咖啡店 却意外碰见木月的女友 她表示附近有打斗时间 想让剑齐去查看情况 数分钟后剑齐赶到现场 正好撞见挑适的黑桃拼 剑齐立马拿出腰带变身 有了上一次的战斗经验 只能被动挨打的剑齐 果断切换为侍卫形态 最强的上级不死生物 凭借完全碾压的实力 一套进攻打退了剑齐 无奈的剑齐想要刷卡反击 再次使用二六组合 随后月向空中发动雷电斩 却反被不死生物一击打断技能 并吐槽剑齐掉落的姿势 没有及时拍在手机中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向川氏 看到剑齐留下的卡牌后 瞬间情况就有所好转 然而此时木月的女友 正在咖啡店等待木月 试图让木月恢复清醒 这时向川氏来到身前 是一道外面的场地展开对决 木月一击打飞了向川氏 痛苦的他瞬间恢复本体 此时向川氏想起曾经的朋友 又再次压抑Joker的本能 随后在他的能力下 卡牌恢复原有的花色 并变身上级的狼不死生物 与最强骑士展开较量 数个回合过后 向川氏一波猛烈的进攻 直接将木月踢回了老家 这时向川氏突感不适 木月也听到女友的呼唤 迅速离开了这里 变身示威形态的剑齐 与顶级的黑桃King展开对决 然而仅过数个回合 对手就以完全碾压的实力 一击将剑齐打至空中 随后解除变身陷入昏迷 等到剑齐恢复清醒时 未知生物突然现身此处 此时身受重伤的剑齐 只能拿出腰带变身迎敌 不料战斗仅持续数秒 未知生物一套猛烈的进攻 毫不费力打退了剑齐 为了扭转不力的局势 剑齐驾驶机车刷卡反击 击败未知生物的剑齐 依旧选择丢出卡牌封印 结果和上次一模一样 未知生物再次恢复力量 随后释放大范围电击 直接将剑齐打回人类状态 在这异常危险的时刻 虎太郎驾驶汽车赶到现场 随即带上剑齐离开这里 正在几人返回的途中 未知生物再次追赶剑齐 慌乱的虎太郎盲目调转方向 为了避让道路上的汽车 意外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这时尚未昏迷的剑齐 正向另一边开始逃窜 却意外遇见了居前辈 他表示敌人的目标只有剑齐 紧接着他命令未知生物撤离 试图使用友善的方式 让剑齐远离歧视系统 陷入两难境地的剑齐 想要拯救另一边的向川市 于是他直接打倒局前辈 迅速离开了这片区域 片刻之后他回到家中 将不死生物的相关系统 拷贝到自己的电脑上 今后独自与不死生物战斗 以免身边的人遭受伤害 了解剑齐想法的广爱 在网络上发布黑陶品的信息 悬赏更多的人一起寻找 随后开始寻找消失的剑齐 此时另一边的黑陶品 正等待着失控的沐月 想搅乱这场战斗的他 将手中全部的卡牌交给沐月 享受观战乐趣的黑陶品 表明自己真实的意图后 迅速离开了这里 与此同时通讯员广爱 在熟悉的地点找到了剑齐 在他的言语输出下 剑齐恢复以往的斗志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月薪的网友通过悬赏信息 找到了黑陶品的位置 两人一同来到指定地点 随后在众人的视线下 剑齐拿出腰带完成变身 黑陶品显露身形 两人展开第三次的对决 然而结果和上次一样 剑齐遭到无情的碾压 无奈的剑齐拿出卡牌 不料黑陶品释放弃波 夺走了剑齐多数的卡牌 剑齐凭借原本的力量 再次上前与黑陶品较量 尽管依旧落入了下风 但他内心已经有了觉悟 为了守护那些无辜的人 他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瞬间战斗力大幅提升 直接抢下对手的武器 随后一波猛烈的连斩攻击 轻松破开对手的盾牌 紧接着使用双重武器 持剑猛击最强的不死生物 最后剑齐挥动手中长剑 越向空中发动最强一击 成功终结了黑陶品 接着剑齐拿回自己的卡牌 顺利封印最强的不死生物 这时为之生物来到战场 释放电击打飞了剑齐 有了测试战力的敌人 剑齐启用刚到手的卡牌 剑齐一拳打飞未知生物 并无视对手释放的电击 随后在近身战斗时 一击火焰拳彻底重创对手 紧接着剑齐使用皇家组合 一键融合五张卡牌的力量 直接将未知生物送回了老家 然而在战斗结束后 剑齐也耗尽了体力